不过,越是这样,就越不能轻视 一个女儿家能长得一方之主,必有过人之处 介绍过后,真娘又跟姚郎中打了招呼 那姚郎中因担心着药堂有事,便先离开了 习老爷亲自相送到门口 随后回来,习礼双方坐下 习老板一番感谢,自不必再提 他心里明白,今天李家兄妹过来,为的还是铜油的事情 不过,人情归人情,生意还得按着规矩来 他不可能轻易换掉白家的铜油 郑梁老弟啊,你说你能证明白家的铜油是参了杂志的 那你证明给我看 习老板道 那麻烦习老板拿一些白纸铜油过来 李正良一脸正色的道 其实他也带了点街上买的白家铜油 不过,既然是要证明 那当然还是由习老板这里拿出比较公正些 习老板点点头,便让人去取了白氏铜油来 李正良便按照昨天真娘检验方法检验 对比之下,同样的,涂了李家铜油的纸显得更有韧性 而涂了白家铜油的纸张,就显得有些脆 稍一用力便会撕破 这时,真娘又伸出手 朝一边的下人要了一个打火石 打着火后,先点着了涂李氏铜油的那张 闻到的是纯正的铜油气味 随后又点着了另一张 果然的,白家那张除了铜油味 还夹杂着一股略有些刺鼻的气味 习老板脸色沉了下来 到这时,他哪里还不知道 白家的铜油确实摻了杂志 昨天,倒是他们冤枉了这位李正良 不过,毕竟白家那边还没有讨个说法 他自也不会一口把话说死 所以,白家的铜油,他便略过不提 但是,不管是从人情,还是从生意来说 李家这上好的铜油,他是非要拿下来 而李正良今天过来 非要证明白家的铜油参了杂志 也不过是为给自己讨一个公正 至于白家的事情 其实与他没有关系 若不是昨天白家掌柜咄咄逼人 以李正良实称的性子 也不会这么针对白家 做这等得罪人的事情 如此,双方便是一拍即合 习老爷便当场跟李家签订了 铜油收购契约 李大郎自是一脸喜色 总归今天这一趟没有白跑 不但达到了想要的效果 更牵妥了铜油收购契约 如此,他回去只销专心生产铜油就是了 倒是不销再为铜油的销路发愁 随后,李氏兄妹俩留下来吃了一顿饭 毕竟已是正午了 吃过饭后 真娘便同自家大哥一起告辞 离开了喜家 回到家里 黄氏和赵氏听得铜油的销路已经定好 自也是高兴 随后,真娘便又去了前面莫庄 看看今天的生意怎么样 墨汁的销售这几天渐渐地有些冷了下来 毕竟,这段时间大家的主打都在这个上面 再加上,墨汁毕竟是新事物 普通人因着方便和廉价很轻易地接受了 但属于读书人这一块的 对墨汁确实有些排斥的 所以,到如今,墨汁的市场已饱和了 而外地的市场反应还没那么快 得慢慢打开 所以,销售转冷也是必然的 这一点,真娘倒不及 而中高档的墨定 这段时间因着李墨捐了一批给书院 确实起了一点作用 开始在走了 只是增长很缓慢 真姑娘,中高档的墨走得太慢了 这时,郑副林也加着一个算盘过来 老是这样打不开也是不行的呀 墨汁毕竟不是主流 正好,古鱼弥墨已经试制成功了 要不,我们弄个试墨会,达达影响 郑副林又道 真娘摇了摇头 效果不大的 毕竟李家在南京没有名气 便是开了这个试墨会 也请不来有名望的人 反而降低了古鱼弥墨的名声 得不偿失 真娘道 开业时的盛景 只不过是别人还自己人情 可依不可在 郑副林听了真娘的话 点了点头 也确实啊 以古鱼弥大漠的名声 自该要有与之相配 有名望的人来试 若是随便地找个人来试 反而不好 两人正说着 隔壁药堂的摇廊中进来了 李掌柜啊 听说你手上还有百草霜的药墨 我想跟你定点 今天用的八宝质红丹和百草霜 不知摇廊中要多少 这个药墨也只是我平时玩玩的 没有多少存货 真娘问道 嗯 那每样先给我来一寒吧 摇廊中道 李家的每寒是四顶末 药量不多 自是没有问题 随后 真娘便回木楼里 拿了两寒药墨下来 卖给了摇廊中 而让真娘意外的是 此后几天 竟是有好些人 陆陆续续地来买药墨 李家的各种药墨 也被翻了出来 药墨本就不多 最后竟只得先预定了 真娘思来想去的 不用说了 定是那位习老板在帮着推销 如此 李家一直走不动的中高档墨的销售 竟是以药墨开局 这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 无心插柳 柳成荫 接下来几天 在末夜 要么无疑是一个热门话题 如果这时候 有度娘热门词的话 说不得也能排上搜索热门 暮下 天气仍很燥热 宁安公主别愿 宁安公主一袭 葱白织金沙衣和驸马礼盒 就坐在园中小亭处品名 一边甲山处流水叮咚 微风拂过 端是好一份悠闲自在 宁安公主府自然在京城 但自年初以来 家境地的身体就每况愈下 吃再多的仙丹也无济于事 也因此 朝局也变得纷乱了起来 皇子王孙们 自是各打着小九九 而自从自己的母妃端妃 在人吟宫变中被污 然后被灵池处死后 宁安公主在宫中的生活 便战战兢兢 而她也更能体会到 天家无情的那份残酷 所以 宁安公主比她那些个兄弟姐妹 更多一份谨慎 而即便成婚好几年了 但这份谨慎 她一直没有松懈 因此 自年初时 她便以身体不适为由 带着驸马 一起到了南京别院 远离了京城的漩涡 求得一份安宁和清静 另外再就是 为沈贵妃的寿臣礼做准备 莫乌司那边已经甄选出了 制造寿臣墨的墨坊了吗 宁安公主 宁安公主抿了一口茶水 冲着一边的礼盒问 哦 还没有 本来莫乌司那边 是属于田家的 毕竟田家是供墨制造商 资质比较高 只是前段时间 田家弄出了个墨汁事件 因此 莫乌司那边要重新审核 礼盒点头道 虽然她明白 莫乌司虽说是重新审核 但也不过是走走过场 想来过不久 就会来建议 把寿臣墨交于田家制造 当然 这等事情 礼盒也没必要说清 公主自会明白 哦 这样啊 宁安公主微微点头道 对了 最近我和秦夫人等 乘凉吃茶的时候 频频听到李氏耀墨之名 这李墨 可是上回你提到过的 辉州李家 不错 辉州李家亦是智墨之家 曾有黄金义德 李墨难求之名 只不过 曾经的辉煌也有消退的时候 李墨这些年来 倒是没有什么名头 不过 如今李墨当家 掌柜雄心不小 乔那势头 是要恢复李墨的辉煌的 李和微笑道 最初准备要制寿臣墨时 罗九就推荐了李墨 他也就在公主面前提过 只不过 当初宁安公主已经决定 将智墨的事情交由莫乌斯主持比较好 而莫乌斯自然是鼠疫田家了 最终他也就没再提 而如今李氏耀墨之名想了 而田家又偏偏出了墨之事件 而莫乌斯嘴里说审核的可审来审去的也就田家一家 那不等于就是走刑事 宁安公主嘴上不说 心里对莫乌斯这边自是有些不太满意的 于是今天才提起了李墨 这时听得李和的话 宁安公主侧脸扫了李和一眼 深情淡淡地道 你对李家这位大掌柜倒是挺了解的 随着要莫之名的传开 李墨的这位李大掌柜的 是位姑娘家自也传开了 一些妇人私下里也说说道道的 不屑有知 但看重的亦有知 了解倒也说不上 只不过听得多了 罗九你是知道的 他跟这位李大掌柜的颇有一些渊源 据说当初罗九离开晖州 是得了这位李大掌柜的借银的 可这家伙也无耻得很 如今偌大的身家了 竟然还好意思跟这位李大掌柜的 说一时不措手 等方便了再还 因此那借的银子 至今还欠着呢 叫人看不过眼 我看他这是不想还了吧 你这人性子淡又心气高 自上了我 跟过去的一些朋友都没什么往来了 如今能聊得来的也就是这个罗九 那就给他一个面子 让李家也试试 好 李和点头 也没说什么客气话 宁安公主自有经历不同 很有主见 这回若不是李氏耀莫之名 尚得她的重视 她也不会提及李家 宁安公主本意是有些事好的 因此见不得李和这种理所当然的态度 不由地轻哼一声 哼 嗯 专门给李家下帖子不好 显得我公主府对其他的致墨家不公平 这样吧 干脆贴出告示 就说公主府要致生辰墨 凡有能力的致墨家 都能来参加竞选 胜者得到致墨权 并礼聘为我们公主府的致墨供奉 就这样 你跟穆斯那边商量着 拿出一个章程来 说着便一甩袖子 起身带着丫头离开了 好 李和站起 平静得到 看着宁安公主的背影 摇了摇头 其实宁安公主不错了 成亲这些年来 至少该给她的体面都不少 只是 这天下的公主 都有一样的毛病 别人对她的好 视为理所当然 而她对别人的好 却要别人感恩戴德的 也因此 夫妻间这种小别扭 几乎从未断过 算了 慢慢来吧 有的是时间 真娘子不晓得 因着李末的事情 跟她毫不着边的公主府里 上演了这么一出 公主和驸马 再较劲 也不晓得 李末的发展 即将迎来一个 至关重要的机会 时已是幕下 早晚开始建梁 因着大嫂快要生了 再加上 铜油的销路问题 也解决了 赵氏和李大郎 便回了辉州 而莫庄这段时间 因着即将入秋 正要迎来 至末的好时节 自也是忙了起来 春秋两季 都是屯末的季节 傍晚 真娘忙活了一天 好不容易歇了下来 最近天气有些燥热 她便捧着一碗菊花茶 站在门口 同隔壁的布庄姚娘子聊天 真姑娘 你晓得吗 葛大拿死了 姚娘子神神秘秘地道 她这布庄开得多年了 再加上 一张嘴也善于拉拢着人 生意很好 来往的 又多是各家的娘子 那消息竟也是特别的灵通 怎么会 不是说徒刑 最多也就是一个刘沛吗 真娘一听 不由地心里一跳 说是在牢里畏罪自杀的 其实啊 我告诉你 听说是在牢里 给人害死的 那姚娘子说着 却给了真娘一个 心知肚明的眼神 真娘自是明白她的意思 不用说了 这定是黄狼买通了人干的 毕竟 她跟葛大拿 已经是死仇了 葛大拿一日不死 怕是黄狼一日心不得安 那葛秋姐呢 真娘又打听着 听说领了她爹的尸体后 就不见了踪影了 姚娘子道 心下里 却也是摇头叹气 若是葛秋姐当日 没跟李正平和离 那如今 总还有个七身之地 又哪里像如今 怕是连个七身之所 都找不到了 真娘听着 也只得感叹 人生无常 她出来时 葛家人千方百计地 打着李家这点产业的主意 葛秋姐亦是意气风发 而今 却是又换了个天地一般 花儿的信 已经寄出有些日子了 想来 正平哥也该收到了 也不知 会是个什么反应 回头 使不得跟二狗打个招呼 让他帮着注意一下 葛秋姐的事情 终归 真要有个急难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 也算是全了 他李家的一丝缘分 真娘正细琢磨着 却看一辆马车 从田家莫庄那边出来 朝着街口 急驰而去 这世间的男人 没一个好东西 这时 边上的姚娘子 眼神扫了那马车一眼 便嘀咕了句 怎么了 你不晓得呀 田家这位大公子 看着挺正经的 也是个花花肠子 莫庄的事情 全丢给了那田姑娘 他一来就成日里 邀着人游和耍计 比那个田二好不了多少 他身边还带着娘子的呢 成日里的 把自家娘子丢在家里 也是个黑心肠的 姚娘子愤愤地道 大家都是灰州人 而所谓同行是冤家 与自己的对头 多少都是有些研究的 更何况 真娘跟这位田大公子 自一开始起 纠结就不少 对于这位田大公子 倒是多少有一些了解的 说起来 这位田大公子 虽说不一定是好人 但倒也不是那等 水花棉柳的 至少在灰州 他这方面的非议很少 而且 这位也是有些野心的 田氏磨坊的起步 本就高 而田本昌的野心 便是借着田墨 想在朝廷 谋个一族之地的 这世间之事 大体都是这样 有了钱 便要谋权 这样 才能保个 子孙万代 富裕荣华 更何况 如今天田墨 也算的是一个 非常时期 以田本昌的心性 不该是这等放纵的 真娘觉得 田本昌这般 或许是另有所求 妖婶 你可知田大公子 都要些什么人啊 真娘好奇地问 这我拿小的呀 不过呀 有次我家那死鬼 为了拿一批货 请几家布商 去画坊上吃酒 倒是在河上 见过一回 听她说 大多都是田家开张时 来捧过肠的那几位 好像是朝廷里的人 姚娘子说着 脸皮一抽抽 当日为了拿到那批货 请几人吃酒 着实花掉了 一大笔银子 现在想着 还肉痛 就像这一样 这边是一大笔银子